那基督的喜乐还有什么喜乐呢 因信产生的盼望的喜乐 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所提的这个原则 先提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呼呼 重生了我们 以后就告诉我们 我们因为祂的能力保守 我们已经得罪了一个永不朽坏 永不衰残 永不玷污地存运到天上永远的基业 这样当你有这个信心来蒙他能力保守的时候 你就得罪预备到以后要陷进的纪文 所以你就有大喜乐 这样来过去的信 从以后的钱成全 中间的这一段呢 就是盼望 盼望什么 盼望应喜的成全 盼望永不玷污 永不衰船 留到永远的基业的兑现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信而领受的凭证 就像你付了定金以后房契已经叫在你手里 但是呢房子呢 这个日期交到你手里的时候是等以后你可以搬进去住 照着你自己的地位来说你已经有这个房子 照着你真正的产业来说你等复兴的才完全是你的 但是这个房契交到你手里的房契就变成了一个凭证 我们领受圣灵也是如此 我们因信领受圣灵 而圣灵就激励我们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凭证 我们有一天一定被成全 也就是呢 那一天基督再来的日子 我们领受了永不衰船 永不玷污 存留到永远的基业 在这个信以成全的中间 这一段的生活 就是因信产生盼望的生活 感谢我们的 geri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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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